好,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是呢,直接冰语人称代词。 建冰学过了,今天来学直冰。 好,首先看一下什么叫直接冰语呢? 大家看一下底下的句子,请告诉我哪一个冰语叫做直接冰语。 好,第一句话,Je regarde Julie,叫我在看Julie,对吧? Je regarde Julie。 好,大家会发现Julie是Hergare看这个词的冰语。 动词后面的名词叫冰语。 OK,这个名词是直接跟动词的,中间没有任何的成分。 这个确定是一个直冰,因为它直接跟动词,就叫直冰。 好,第二个,il connaît Nicolas,他认识你古拉,是不是直冰呢? 动词后面一个名词,中间没有任何成分,直接跟动词,当然是直冰了。 叫il connaît Nicolas。 好,看下面一句话,叫做je parle à mon ami。 我在对我的朋友说话。 好,parler à 表示speak to somebody,对某人说话,parler à。 我在对我的朋友说话,大家会发现,我的朋友是名词在动词的后面,这个叫冰语,但是它不是直接跟冰语。 因为中间有一个小介词,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间接冰语,叫间接跟着动词的。 好,所以这个呢,显然不是直冰,而是间冰。 好,再看最后一句话。 Voyons la dernière phrase. je passe le journal à mon père. 说我把这个报纸呢,递给我的父亲。 je passe le journal à mon père. 那它是什么成分呢? 看一下,首先有两个冰语,一个叫做le journal à mon père,我的父亲。 好,第一个呢,是中间没有任何的成分,直接跟动词。 当然这个部分就是直冰。 看这个,前面有一个小介词,才跟着动词来的。 所以这个显然就是一个建冰。 好,之所以要区分,什么是直冰,什么是建冰,就是因为这两个语法成分, 所取代它们的代词,是不相同的。 OK,那么建冰的部分,我们之前已经搞定了。 建冰代词叫做me de lui, nous, vous, leur,一共六个。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搞定直冰代词。 好,先看几个小例子。 Voyons des exemples. 第一句话,est-ce que tu regardes Julie? 你是不是在看Julie啊? 那你怎么回答呢? 你说,是的,我在看Julie,对不对? 中文呢,就是,是的,我在看。 连主语也没有,代词也没有,因为中文是一个异道的语言, 我们讲究点到为止,甚至我不说,你懂的,对不对? 此刻无声,甚有声。 但是法语呢,如果你在意思上省略了, 比如说,你在看Julie吗? 是的,在看。 我在看。 意思上,如果你有省略的话, 请在语法上,用相应的代词去补充它。 OK,意思省略,形式要补充。 所以这也是法语的严谨之处。 你不能直接说,je regarde,我在看,看谁? 这句话是不完整的。 所以,既然省掉的是Julie, 那就有相应的词去替代它。 怎么替代呢? 这句话可以说,叫 oui, je regarde Julie, oui, je la regarde, je la regarde, 我在看,她。 OK,你会发现,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代词, 代替了Julie这个成分,并且提到了动词的前面去。 发语中是这样的哦, 动词的后面不可以存在于相应的人称代词, 除非在秘密时的肯定句当中。 好,再往下来, esquikone Nikola,他认识Nikola吗? 来,请翻译,你说是的,他认识,叫做, oui, il kone Nikola, OK,重复的是Nikola, 那么法国人呢,不喜欢重复, 因为他没有指代的词来指代, 所以这句话应该叫做, oui, il kone, il kone, 这个l代替的就是Nikola, 说他,是的, 他认识他, il kone, OK,这个就是指定代词的取代, 那么具体的我们就来看一下, 到底有哪些代词叫做指定代词, 好,一起来看一下影片, 大家会发现, 这个表格里面就是指定代词, 我们一起看一下, 我叫做m, 你叫做d, 他, l,或者是la, 阳性的就用l, 阴性的就用la, OK,那就是m, de, l, la, 只要动词后面的这个代词的意思是我, 你就用m来取代, 你就用d, 他呢, 按照性数来分, 阳性用l, 阴性用la, 那后面的这个m一匹儿, 得一匹儿和乐一匹儿相信大家已经都知道了, 也就是原音和雅音二诗的时候注意要省音, 好, 我们叫做no, 你们呢, 或者是您叫做vous, 他们叫做le, 不分一样性, 好, 一共有七个直接逼引词代词分别是me de le la nous voulait, 好, 那么重点的部分呢就给大家说完, 我们来看几个要注意的地方, 在法语当中呢, 首先注意你要me de le la要省音, 分别变成了这样的形式, OK, 比如说我来帮帮你, 这句话叫做je vais têter, 我来帮帮你, OK, je vais têter, 前面那个t一匹儿呢实际上就是原型, t对不对, 就是你的意思了, 然后注意声音, 另外呢, a t, 大家记得我们讲过和le la要缩和, 但是仅仅要跟le la为定冠词的时候缩和, 这里不是定冠词哦, 这里是直接兵语引证代词, 所以他们见到他的时候, 是不可以缩和的, 比如说这样一个句子, vous commencez à faire ce travail? 说您, commencez à, 要是开始做某事, 说您要开始做这个工作吗? vous commencez à faire ce travail? 好, 那在这句话当中, ce travail, 工作, 直接跟着 faire, 中间没有加介词, 它就是faire的一个直接兵语, 对不对, 那么既然是直兵, 我们说就可以把 ce travail这个词用直兵来取, 取代, 那么它是阳性的, 说我开始做它, 所以它可以用阳性的le来取代它, 然后呢, 放到动词的前面来, 注意, 一定是意义相关动词哦, 一定是faire的前面, 做的是工作, 所以工作取代之后, 当然放在做的前面了, 那么这句话写下来呢, 你很可能就会发现, 叫做, à le放在这儿了, 能不能缩和呢? 不可以缩和, 因为le不是贯词, 它是一个代词, 所以在此不可以缩和, 那么这句话缩和起来就是错误的, 正确的应该怎么说呢, 叫做, 我开始做这件事了, 好, 在此, à和了不可以缩和, 最后这句话是正确的, 我们再来一遍, 我开始做, ok, 刚才呢, 我们已经提到了说, 直接兵语代词呢, 应该放在动词的前面, 对不对, 跟建兵完全的一样, 那么究竟它的具体的位置, 应该是怎么来呢? 大家注意呢, 一定是执兵代词提到动词的前面去, 意义相关动词啊, 不可以是其他动词啊, 如果一个句子里面有很多动词, 你一定要提到意义相关那个动词, 比如说喝的是咖啡, 那如果你提到了咖啡, 就要放到喝的前面, 做的是工作, 那你工作如果取代了, 一定要放到做的前面, 就叫意义相关动词, 而且永远不分开, 一旦提前了, 我就和你永远捆在一起, 不能再分开, ok, 这就是所有的执兵代词和建兵代词的, 一个位置的特点, 那我们来看一个小句子, 这句话叫做, Ju connais, Golette, Einsasseur, 说你认识Golette和他的姐姐吗? 好, 你看, 那么Golette, Einsasseur这个词呢, 就是回答的时候, 你应该说我认识, 他们, 对不对? 那么他们就有一个词, 叫做, Lay, 提到义义相关动词的前面, 构成一体永远不分开, 那么只有一个动词, 所以你就提到认识的前面, 叫做, Je les connais, Je les connais, Wi, Je les connais, ok, 下一句话, La musique, Je les aime beaucoup, 说音乐啊, 我特别的喜欢, ok, 那么音乐这个词叫做, 我爱音乐, J'aime, La musique, 我爱音乐, 那么音乐这个词被取代了之后呢, 它应该用, La来取代, 对不对? 我爱他, 那么La musique, 音信的, 当然就用, 直冰代词的, La来取代它, 提到意义相关, 爱的是音乐, 提到爱的前面, 然后注意, 因为是原因开头, 所以要省音, 变成了, Je les aime, Je les aime beaucoup, 好, 一起来一遍, La musique, Je les aime beaucoup, 第三句话, C'est un bon livre,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C'est un bon livre, Tu dois le prendre, 所以你应该怎么样, 买了它吧, ok, Prendre这个词, ok, 万能词, 还记得吗, 去喝城拿买, 都可以用它来表示, 那买的是书, 所以书跑到了买的前面去, 那么这里有两个动词, 一个是应该, 一个是买, 当然不是应该书, 而是买书, 所以放在买的前面, 看到了, Le应该放在Prendre的前面, 与它构成一体, 永远不分开, 中间不可以加任何的东西, C'est un bon livre, Tu dois le prendre, ok, 好, 那么这个位置的问题呢, 就给大家解释清楚了, 那再看下一句话, Je vais l'inviter à dîner, 所以我要邀请他吃饭, Je vais l'inviter à dîner, ok, 邀请的是他, 所以他这个词, 当然应该放在邀请的前面, 并且构成一体, 注意声音, Je vais l'inviter à dîner, 好, 我们一起再把这几个句子读一下, 大家感受一下, 吱冰代词前置的时候, 发音的特点, 好, Tu connais Colette et sa sœur? Oui, Je les connais, Oui, Je les connais, La musique, Je l'aime beaucoup, C'est un bon livre, Tu dois le prendre, Je vais l'inviter à dîner, 好, 接下来, 我们老师要问大家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如果在否定句当中, 想一下, 直冰代词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个小句子先, Ile nur regarde, 说他在看我们, Ile nur regarde, OK, 那如果要加否定句的话, 叫做他不在看我们, 你想一下, neba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呢? OK, 那么大家知道哦, 我们讲的规律是, 首先neba中间只能加动词的变位, 对不对? 变了位的动词, 也可以放在neba的中间, OK, 第二个呢, 就是代词提前的时候, 应该跟动词怎么样, 构成一体永远不可以分开, 所以首先呢, 呢这个词提前了, 他就要跟, hregarde永远构成一体不能分开, 其次, neba放在两边, 因为中间可以加动词, 那么这句话的否定句应该写成, 叫, Ils ne nous regardent pas, OK, 好, Ils ne nous regardent pas, 就他们不再看我们, 没有再看我们, 好, 下一个, Tu m'écoute, 你听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再听我说, 那不听的时候, 一样, 他们还是构成一体, 对不对? 那霸放两边, 所以叫做, Tu ne m'écoute pas, Tu ne m'écoute pas, 你没有再听我说话, 好, 接下来是第二个问题, OK, 看一下, 问题二, 在以avoir为主动词的复合过去词当中, 也就是bassé gombozé当中, 直接并远称代词的位置, 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呢? OK, 好, 想一下, avoir加p.p, 加上过去分词, 那么, moi de le la nouvelée的七个词, 应该放在哪里呢? 当然是提到动词的前面去了了, OK, 好, 来看一下这句话, c'est un bon livre, 这是一本好书, mon ami Farid de la Lue, 我的朋友Farid, 已经读过它了, OK, 这儿有一个小词叫做avoir, 注动词加上过去分词, lue, 它的原型是 lire, 也就是读书, OK, 那么读的就是这本好书, 所以书跑到读的前面去了, 当然也要放到最前面去了, 叫la Lue, la Lue, OK, 好, 接下来, c'est letre, 哦, 这些信呢, je les ai reçues, 所以我已经收到它们了, avoir, 加上过去分词, hersu, 它的原型叫做, re se voir, 收到, re se voir的过去时, 符合过去时, 就变成了, avoir, hersu, OK, 我收到的是这封信, 我收到了它们, 表示它们这个代词呢, 当然是应该用, lai, 提到动词的前面去, 连起来叫做, je les ai reçues, je les ai reçues, 我收到它们了, OK, 好, 下面一句话, OK, 先不能给你看, 因为我要问,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在否定句里面, 那把的位置, 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也就是, 过去时当中的否定句, 那把的位置, 应该在哪里呢, 我问老师应该是讲过的,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avoir加p.p加过去分词, 在复合过去时当中, 我们讲, 助动词是真正的动词, 后面的这个叫过去分词, 它是一个分词, 不是动词, 所以呢, 我们会把这两个部分, 作为真正的动词来看, 那么我们又讲, 代词提前呢, 与动词不可以分开, 实际上讲的就是, 与助动词不能够分开, 好, 看一下你的吧的位置, 叫Je ne débat vu hier, 这句话的意思是, 昨天我没有看见你, vu是看见, ok, avoir加vu, avoir加助动词表示, 复合过去时, 就是过去看见了, 这里看见的是你, 所以你跑到动词的前面去, 跟动词构成一体语言不能分开, 大家注意, 在复合时代当中, 助动词是动词, 所以哪把放两边, vue放在最外面, 叫做, Je ne débat vu hier, 好, 看下面一句话, 叫, Je ne lézai pas reçu, 我没有说到它们, 就是这一句话, 做否定句, 助动词是动词, 这个不是动词, 所以不可以往里放, 代词和助动词构成一体, 永远不分开, ne bah放两边, 所以叫做, Je ne lézai pas reçu, Je ne lézai pas reçu, 我没有收到它们, 好, ok, 好的, 那么关于执兵代词的, 要注意的事项呢, 都已经给大家讲到了, 你首先记得, 在法语当中有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动词后面不可以出现, 人称代词, 那如果出现的话要怎么办呢, 你要提到前面去, 就像, Je dame, 我爱你一样, 所以, 代词提前, 而且要提起到动词的前面, 那么如果在复合时代当中呢, avoir, 这个才叫真正的动词, 因为它叫助动词, 是动词, 和动词构成一体之后呢, 我们叫永远不能分开, 如果有ne bah的话, 请放在两边, 分词往最后去扔, 就是这样子, 好, 再说一下, 执兵代词, 一个有七个, 复习家用哪七个, 叫做, me de lézai pas reçu, nous voulait, ok, 你记住了吗?